你们刚才说的都有个假定 就是想睡的时候能睡得着 在我心里这种人都是非胜即仙 一般人都行 我们做记者的 你知道我坐车马上能睡 在那马上能睡 这种我跟你说心里极其健康 我跟你说比如谁心里健康 曾志伟心里健康 上次有一回曾志伟和成龙 到我们那做节目 我就听成龙说曾志伟 那个时候大陆的水灾 他是演艺人协会主席 发动那个香港演艺人 你说咱们这次演艺人捐款 咱们曾志伟做主席台 就召集会议 说大家出出主意 一军你先说 他一军说曾志伟就这样 平平点头 他闻到说 平平点头 过了一会儿他不说话了 他睡着了 睡着了曾志伟 这是心里健康 我们这边以前有个教授 就开会的时候 就这样 什么都清楚 你后来问什么决议 谁体名 他马上全知道了 但是他就偏睡 声音全发出来了 我知道了 那是一种病 那是一种 那种叫 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你长期觉得 他在打瞌睡 其实他不是 他其实又是有点睡着了 那叫什么病 我们反正觉得他是睡着了 但是他重要的事情 有种病 不过听你们这样讲了 我发现我人生的有几个重要的选择 都是由睡觉决定的 我现在突然想起 我以前没想这个问题 这意思是 该不该跟这个人睡 不是 他也是一路睡着了 不是跟谁睡的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也都是在上面在下面的问题 我们全人类都是睡觉决定的 这没有错 那您说您说 一个就是我当初立志 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马丁伊登 就是那个杰克林顿的小说 他里面这个人 小说里面说 他写小说的时候 一天睡三个小时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立志的时候 逼着睡三个小时 对 一天就睡三个小时 我觉得这样才能做到一个天才 当然没坚持多久 就不行了 第二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有几个选择 文汇报做记者 上有文艺出版社做编决 那个丁锦涛社长请我去 将来要编小说界 第三个就留在大学做助教 我选第三个 原因很简单 可以睡懒觉 真的就是这么决定的 梁宇春有篇散文 叫春朝一刻值千金 春宵 他不是春宵 他叫春朝 哪个朝 早上 春早 春朝一刻值千金 他就是宣扬睡懒觉的好处 他说他最享受的就是醒了 不起来 然后就是你脑子里随便乱想 他说这是艺术的生活方式 他说本来你一天做的事情 是很机械的 因为你睡了懒觉以后 你下午就很赶 那事情就变得有意义了 他说你早早的做完了 像你们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很早做完了 那多无聊 他说那这样就是 就非常专门有篇散文 所以你讲的这个 其实是有点饱汉不热汉机 你要今天更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们的问题是闹钟也换不醒一颗沉睡的心 闹钟也换不醒我沉睡的心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睡前看这个电子东西太多了 有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这个干扰 完全有影响 中毒的 这种蓝瓶 现在这个现在已经有确实的研究 就是临睡前看这个东西 是睡不好 不要看手机 直接影响你这个退黑素 直接刺激你退黑素的这个 什么叫退黑素 退黑素是一种专门让你睡觉的 就你没吃过那个药吗 碰着你生物的时钟 导致生物时钟 我吃过这个药 导致叉就是靠这个 我有一次我就是因为在上夜班 吃了一颗 他们说有两种一个分量大一个分量小 选了分量小的 可能我拿出来怎么着 我睡了13个小时 我天晚上本来我上夜班的 同事所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完全没有听见 我醒来我的手机上无数个位接电话 但那一觉就是我睡的这辈子最香的 13个小时 那个退黑素啊 我跟你说对我根本都没用 我这吃一瓶我也不用 那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我但是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就是跟你讲过 就是说睡眠为什么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有一种解释啊 就是说你的大脑 你觉不觉得大脑就发热 乌乌秃秃的 我一直记得在童年的时候 我的后脑感觉是清凉的 你看佛家讲得清凉 像抹的清凉油一样 脚要热头要凉 对了 然后呢 你看吃这个安眠药 平常生活里都没有感觉 都没问题 甚至你看我听说像葛优他们也是吃安眠药 你看这证明表演 第二天演戏也不受影响 但是我发现主持 这种需要快速应对的东西 我的感觉非常明显 就是我宁愿失眠 我第二天录像不能吃安眠药 因为我当时吃安眠药那个感觉啊 就是这么说我没吃安眠药的话 你说一句话 是吧 我三句话在这等着你呢 我要吃了安眠药 你说三句话 我一句话都反应不过来 就是这个速度 就这个感觉很明显 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 和现在的一个区别就是 我现在主要的写作的时间 就是12点到3点这个时候 那时候效率最高 但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的效率最高就是早上 醒了以后赖在床上的时候 哎呀就是看着天花板的裂缝 把一天要写的文章都想好了 起来只要写就可以了 就是早上我觉得人生 要早起啊 要上班啊 赚多少钱我都不敢 其实这就是个闲子 你说出了今天 千万年轻人的心声 但是这个问题 应该调整办公时间 我这个作为社会建议 我觉得只要他们允许 不要炒股票或之类的话 把办公时间做成弹性 让一部分人12点上班 8点下班 交通可以解决 对不对 噪音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有很大 整个城市的拥挤程度也会 饭店的销量也会好 所以文章 你作为这个青年导师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就是你看啊 我们在网上就能看到啊 我觉得这事真没办法 就是咱们第一季的圆周派 我还聊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想工作怎么破 就是很多年轻人 包括咱们组里的 就是90后的哈 不想工作 后来陈丹青说的好 他说啊 不是不想工作 是不想上班 对 我现在真的发现周围 很多年轻人 这个时间上班 太讨厌上班 工作是喜欢的 工作可以自己 比如在写 自己写自己 想写的东西 不也是工作吗 但是我发现 那么多的孩子 他不喜欢上班 你就是这样 所有不喜欢上班 可以更精确的讲 是不喜欢在上班 那种组织化的环境 底下生活 是不喜欢那种组织环境 里面的人事关系 而且是那种组织化的时间表 对 是不喜欢那个 就因为你想想看 我也见过现在一些年轻人 他们合伙开那种小公司 创新公司或怎么样 不是有那种共享的写字楼 或者什么 我觉得他们挺爱上班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那些火年轻人 他们是人人平等的 然后是一群哥们 然后一边上班 你就觉得每天都觉得是 像我儿一样 很有意义 那个联合国有 他们有一些就是 就做人事的 我听他们讲 说现在他们其实招人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 就跟以前很不一样 对于就是上班这个事情 说现在这些 他们叫迁徙一代 对 这个命令人 他们的迁徙一代 他们就是完全不在乎上班时间 这对他们来说是 一个框架 他们不能去接受的 还有他们不在乎 我今天没有了这个工作 马上可以换 他没有这种忠诚感 其实你说上班朝九晚 是有一个 我对这个工作的 好像对老板 或者说对这份事情的 一种忠诚 就说你花钱买 我这个时候就累来 我所有的这段时间就是你的 就是卖身了 就是卖身 他们是特别反这个概念 也说现实一点 就是有些公司 要是能够 就让人家十二点上班 八点下班 我觉得假如他不影响 他的整个业务的话 讲个最现实一天 很多人住在五环外 早上那个等巴士 爸爸妈妈在帮他们占位置 冰天雪地的这个车子 七点多的车子 爸爸妈妈五六点来站在那里 让小孩多睡一个小时 多睡一个小时 然后小孩赶来 爸爸妈妈抢的位置上去 赶到城里 那个公司里可能 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打卡规矩 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说这个 荒唐 现在我觉得有的公司 我就觉得 打死我也不能到那去工作 就是他那种叫军事化管理 甚至老板还以此为自豪 就是说打卡 对 那有的人也挺冤的 迟到一两分钟 就是迟到一两分钟 当夜奖金就扣了 而且有的人是什么 半夜想起来 今天忘了打卡 穿着个睡衣 就跑回公司去打卡 其实坐在那里的人 都在偷时间 他来了以后 进去打完卡了以后 他们上网什么 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何必呢 你把一个社会 做成这么 这是现代化 现代性的弊病 各不得创业的人那么多 创业就是你自己 不用伤害 他想要自由 想要自由 所以你就想起扎克伯格 他们那种公司 所以你知道 我想起什么 就央视这个新大楼 这个不是是谁设计的吗 库哈斯 库哈斯设计的吗 我曾经到他们那干过活 我发现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两种观念 实际上呢 这个央视的一些同事 跟我说 说他也不大好用 为什么呢 没几间办公室 就是那个大楼 不用空间多 这么大宽的走廊 只有中心这个地方 有一块可以变成房子的 办公室的地方 可以变成康房 都是大空白的 是吗 后来 我跟我合作 那个节目组 就是说 咱们中国人的公司 就是要围起来 开点小会 不能让别人知道 他这个 房子太小 你看 他是个什么观念呢 就是可能在库哈斯的想象里 就是当现代的 就是或者未来的年轻人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那都是随地做一地 在地毯上 可能就在一个大厅一样的 互相交流 拿这个笔记本 迸发创意 拿这个笔记本电脑 你看 看看 HG Newsroom 对 他设想的可能是那样一种办公环境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种上班的压力 包括这种工作的这种压力 也是 而且中国现在竞争啊 过去咱们认为 中国好像挺低效率 其实我现在真的感觉 至少我生活的北上广 很多公司 我认为这个效率比西方还高 当然 高得有点受不了了 你记得我就说 那个送快递的那个小哥呀 哎呦 为了说让我 我觉得他很惨的 给他按个赞啊 他都能哭啊 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那你说这压力是够睡不着的 然后我觉得 光是睡不着还好 就是压力再大过头的 就开始出种种毛病 你不觉得吗 很多人情绪都不太好 对 易怒 易怒 跟失眠有关系吗 我觉得当然有关系 你不觉得中国很暴躁吗 一般而言 你比如说我们老出国的 你很少听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机场里面 航班污点要打架的 就让中国老打架 就没有一言不合就吵 就很奇怪 可以我这暴脾气 那个不过关于睡眠 我还是有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都没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 我认识一个人说 不要多睡 你去世以后一直可以睡 对 你活的时间能有多少呢 对不对 你将来有的睡了 所以你只要minimum 就是说怎么够了就行 这是一种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 我很多网友整天给我发的那种 半夜养肝 对不对 你的身体不好 所以要保证睡眠 对身体有好处 只有保证了睡眠 你其他的时间才能好好工作 这是两种不同的睡眠观 你们觉得哪个有道理 我到现在都拿不定主意 他不科学的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我看过这个科学论文 就现在知道睡眠对我们 为什么你睡好了 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在睡眠的时候 你的大脑里在发生一件事情 类似于电脑的清零 对 你看电脑里 你有很多拉子打挖的数据 时间长了 电脑的速度就慢了 于是你需要找个清理大师 哗吧 那些多余的 但我平民在做梦了 那清零也清零 那也是在进行这个过程 只要你睡着了 你的大脑里的生化反应 其实就是在去除这些 所谓垃圾数据 垃圾数据 然后让你像这个脑子 是不是感觉有点水洗了 所以你不想睡 你也不行 要不然你就成街上的暴躁易怒 为什么人家说女的 说一孕傻三年 就睡不好吗 是这个原因 傻就是因为你睡不好 因为你刚生完 要去照顾小孩什么的 对吧 就是很零碎的睡 我的感受特别深 如果我前一天晚上 我睡得比较少 或者是那个出差要赶早班机 以前我们就做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人名地名 就想不起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在里面 在搜索一个东西 它转不起来 就像你上网一样 那个网络转不起来 它搜不出来 还有一个就是当你 努力家在宗 对 然后还有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那个时候 你可能要吃点甜的东西 因为只有糖分 是可以穿透到大脑里面去的 你可能那时候吃点甜的会有点帮助 你真是解答了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过去老因为怕受女性不满 我不敢说 但是这的确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孕傻三年 我就联系傻了很多年 对 为什么 这话女的能说男的不能 是吗 就是不是到后来呢 咱们那个扎建英老师 也给我解释过一次 就说说我们为什么傻了呢 就是因为这确实我不能说假话 我怎么看着很多女的 是一怀孕呢 跟我说话有点失神 就眼神有点找不着焦距 那么即便 我跟你说 即便是生了孩子 第一年她回来工作 我都发现这个女主持 怎么比以前反应慢一点 人家现在鼓碍了吗 那种傻乎乎的一种状态 晚上起床换尿布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她呀 不要说怀着孕这么一个负担 生了孩子的第一年 那可悲惨 妈妈是没得觉睡的 没得觉睡的 因为半夜还要喂一次奶 是吧 对 小孩子会哭吗 因为小孩那时候不能睡诊觉 你当然也睡不了 真是 就是所以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 扎建英老师的解释说 说你不能怪我们 就为什么呢 你想想 他说文涛 你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不让你跟成年社会接触 你就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通常还一岁 或者相当于三岁小孩智商的一个人 你跟他 天天社会交流 天天交流 共处一年 你是不是会变得跟他一样 就是 他说这小孩 妈妈就是这样啊 妈妈就是晚上要跟他 读这些个弱智的 也不是叫弱智 就是有一个 低智 低智 跟他说一些娃娃话 对 说娃娃话 有一个大白兔 还有一个大灰狼 他说我这样的生活过一年 你说 他别再做节目的跟你说 你看大白兔来咯 那就已经很万幸了 所以为什么女人 我们还应该就是不仅要男女平等 甚至应该女尊男辈 我认为 真的 没有 男人就应该轮流去照顾小孩 如果生孩子 很多国家现在有这种 大灰狼 应该男的去讲 但是你要在大灰狼的故事中 发现小孩子的智慧会被点到的 我有一次跟我女儿去爬山 我跟她说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啊 我想跟她说 风声 水声 鸟的声 她跟我来一句 我听到了云的声音 我就想说 这个你也在当中学点东西了 是吧 对 有文学基因 所以你看 我看见的那种 就像文道这种啊 就是说 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说 就像原则派 你们先聊会儿 我睡一会儿 好 他躺下就找 我有朋友就这样 睡15分钟 说15分钟之后咱们出发 你们先说话 我有点困 睡15分钟 呼噜都起来 这种人 我经常发现呢 他有一颗童心 他尽管五六十岁啊 你看他跟小孩一样 孩子不得了 对 不过但这种短暂睡眠很有效的 对 你白天啊 对 充电的 比方我上课完了 这个中间 两门课之间有半个小时 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睡着 第二节课的学生啊 来敲门啊 弄去爽头了 对吧 你前重要协议之前 人家都说要睡一觉 重要协议之前 对的 做重大决定 重要协议之前 要睡个午觉 或者是短暂的睡一觉 你中间哪怕睡着的时候 只有五分钟 你余下来的十个小时 你就精力好很多 就是你看 所以我说你们都是有境界的人 还有一位老人 咱们都很尊重的 王蒙老爷子 王蒙老先生 他也是要睡午觉的 对吧 然后我说你怎么就能睡得着呢 他说他有的时候也睡不着 对吧 然后呢 我发现王蒙老师对我啊 很有这个人生导师的这个感觉 有时候经常指出我一些问题 老庄哲学 经常指出我一些问题 他说啊 他说你啊 你就是太灵了 他说你应该顿一点 你应该顿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那聪明法被聪明物啊 很多时候这个人 你神经衰弱啊 是因为你神经太敏感了 你现在不是有一种生活 有一种叫顿感力 顿感是有福的 你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灵敏才有福 对 他就像王蒙老师就是说 说你说你可以顿一点 很多时候不要反应那么快 对吧 不要那么灵 古代的诗论讲的就是 以朴不以巧 朴 但须大巧之朴 就是灵了以后 显出来的朴 对 卓和朴 就不要什么事 就显着你机灵 你聪明 最后派子的往往是这种 你这种人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人生境界 有一次我们一起做一节目 他说回家睡觉 我说我这种啊 灵敲碎打的根本没法睡 我都没法睡 他就 王蒙老师跟我说一通 把我给 把我说我对他很崇拜 他说 他说你睡不着啊 你躺在床上 你得那么想 就说 你实际上睡着了 你睡着了 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没睡着啊 那是你做梦呢 他说你 他说他有的时候 这就是庄子 他说他 标准的庄子 他说他有的时候睡不着觉 他说我失眠呢 他说我照样躺床上 他说我就这么想 实际你以为你还清醒呢 那恰恰说明你睡得太深了 我看到你做梦了 这真是 蝴蝶在梦看你啊 对啊 甚至说咱们再推而广之 咱们再推而广之讲一步啊 这个人生就是一场大梦啊 你从来就没醒过来 你还什么失眠 你根本就没醒过来啊 你做梦呢你失眠 你听完是睡着了 还是又睡不着了 你听完他这么说 是睡着了 还是又睡不着了 我听完了胸怀大唱 当即我也躺床睡午觉去了 我就拿去 我就 睡着了 我真是觉得就是说 更加焦虑了 就叫梦里 就想起你们佛教一句话 就梦里明明有六趣啊 醒来绝后五大千 就是梦里啊 明明都是有徐子东 又有人鬼畜生这些 明明都是真的 但是一觉醒来才发现 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就 这样看待人生的终点呢 倒也挺叽叽的 那个人生如梦嘛 那终点就是醒来了嘛 醒来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翻回头来说 他就是说啊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失眠也好 很多人忧郁症啊 或者什么 当然专业的意见 你应该去找专业的医生 但是我也有一个业余的看法 很多都跟对焦虑的恐惧有关 就是就是你看 我经常说 我说做你 不管碰见什么事 做你该做的事 但是不必为此焦虑 让你睡不着的 都是因为就是 你老在这这么焦虑 就是要早起 我现在的半夜睡不着 我就起来看书嘛 我本来第二天看的书 我就半夜看 对不对 看到自己受不了再解决 那就不怕了 那你的学生们将来毕业了 人家八点要上班了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这是个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社会 应该调整上班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心理上 创业区 我们心理上 你也要自己调理 但是社会 我觉得这个调理 不是北京折叠吗 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科幻小说 但是在时间上 把整个社会折叠一部分 是好的 那文道你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部分人毕竟 还是要朝九晚五吧 我觉得 其实用我们学佛 那你能不能够就是 所谓失眠问题 在我看来就是 每次失眠 就是因为你心力 很不集中 在睡觉上 你是很努力 集中睡觉 不是努力睡觉 就是你 没办法很舒适的 就让自己说 好我现在睡 就好好睡 大部分失眠的时候 都是东想西想 就念不定 就如果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讲这个念要正念 就是我现在念是定的 我在喝茶 我就喝茶 我在做什么 就做什么 那所以我觉得 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失眠 就跟我接触 很多人今天要学 学佛学禅修有困难 理由是一样的 就今天大部分心 是不太容易定的 心之所以不容易定 跟你们刚才讲 用手机有关 但不是因为那个蓝屏 而是因为我算还好吧 就是因为我不太用社交工具 你如果老开着微信 你不是老看 要刷屏 要看看朋友圈怎么样 人家给你发什么 所以你长期处在一种 我或者等待讯息 或者要发讯息的状态 你的东西都不由自主的 你不太容易定 我还有个技术方法 就是看一些比较难的书 就是那个书断去的宽 然后你看到你累了 那就睡 抓紧这个时间就说睡了 以后还可以看一千零一夜 也很容易睡 圆周派 但是我觉得文道 他是个这样的 就是你看他为什么他能睡着 按说他也有很多压力 我注意到他有时候讲一点 跟我就不一样 我这个人是会后悔的 他不后悔 比如说他说我决定往左边走 哪怕后来发现错了 我也就错就错下去吧 他这样的 没有什么对错 你没办法 我出去了 你就是你的对了 对不对 就还是事不够多 有时候我觉得事多了 你就不会后悔了 其实 就你想的事真的很多很多 或者经历的挫折太多了以后 你就不会去想了 你就这样吧 因为还有下一件事 后悔也没用 他说的也对 后悔没有用 所以这是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咱们都能睡个好觉 谢谢 谢谢 谢谢